大家都知道虎皮兰是非常耐旱非常好养的一种植物 放在那里不去管它 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不给它浇水 它照样可以好好的生长 那实在是不敢想象 如果把一盆虎皮兰养到严重缺水 甚至是脱水的状态 叶片下垂搭拉 那是需要多高的水平 我家里的一盆虎皮兰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的这种虎皮兰呢 因为株形比较大 所以跟其他的花卉都没有放在一起 把它扔在了家里的一个角落里 施肥也轮不上它 甚至浇水也轮不上它 现在进入高温季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居然一次水都没有给它浇过 关键是这个土已经几年没有换过了 它的保水能力已经非常非常的差了 所以就造成了它的叶片现在的这个状态 今天呢要彻底的给它整治一下 要不然的话再过几天 它所有的叶片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到时候更麻烦了 根上这个土已经跟原土没有什么区别了 它就是所有的养分应该已经消耗殆尽了 如果再不给它换土的话 我相信这颗虎皮兰要一命呜呼了 土呢板结的也非常的严重 这个盆土里面的土可以完全的被淘汰掉了 一点的养分都没有了 完全就是这种很普通的原土的状态 要给它重新的换一下盆 换一下土 好可怜的一株虎皮兰 被我整的是乱七八糟的 像草一样 我现在呢就是尽力的弥补自己的过失 看看能不能把它状态给调整回来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绝对是一个反面教材 不管家里面的植物有多省心 有多好养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遗忘在一个角落里面去放任 不管任它自生自灭 比如说我的这组虎皮兰 如果我再晚几天不去管它 那么它最终的结果 大家可想而知 现在呢要尽力的弥补自己的过失 但愿能够把它的状态给养好 养回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跟大家分享